剛才的資方圖呢 可以稍微看一下我的資料大概長什麼樣子的勒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核心圖喔 核心圖呢 它一次可以幫你畫很多個 所以你只要更簡單 你只要給TB就好了 給TB之後按下Enter 糟糕 不對啦 不是BOX 是BOX PLAT 對不起 有沒有看到核心圖嗎 BOX核子的勒 PLAT把圖畫出來 然後裡面打TB按Enter就可以了 你看我的圖 他一下就幫你畫出來對不對 好第一個是編號 你看他無聊的連編號都畫出來 然後在德 字 體 群美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畫編號 可以我等一下教你怎麼做齁 但是你看他幫你把盒子畫得很漂亮 那等一下我再解釋盒子裡面是什麼意思 旁邊這些點是什麼意思 好不好 來你直接下這個指令就可以了 BOX 然後把東西丟進去就好 BOX PLAT 要放大是不是 不是 P嗎 好 好我切過去給你們喔 什麼 再切一次 再切一次啊 換你的螢幕有問題喔 來借我一下 大家停 這件事 這件事我用過 第一次問題數最多的咧 BOX是盒子喔 然後裡面只要放你的表格就好了 都畫得出來嗎 那個前面那個編號再來考驗喔 因為那個編號太大了 所以就往下面旁邊都搜 擠搜壓縮了 好 來我們來 先稍微講一下齁 這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呢 沒切 好 來 中間的這一根呢 是中位數可以嗎 好 中位數 那 上面下面這個呢 因為這個數字是有什麼 有 小變大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是中位數 中位數就是所有的數據排序之後 中間的那一個 所以這是最中間的那一個 可以嗎 好 所以中位數 然後呢 排序完了之後呢 前面四分之一的那個數字 就是四分之一強啊 如果你裡面在講的數也就是四分之一強 那四分之一強的那個數字叫做第一四分位數 Q1 可以接受嗎 好 然後呢慢慢往上 所以中位數其實就是中間那一個 所以我們叫他叫medium 叫m 好 好那你等到75%就是四分之三強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第三四分位數叫Q3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來 問問看 Q1到Q3之間有多少個人 我們總共是39個人 這裡大概有多少個人 大約是20個人對不對 因為他剛好站中間的那20個人嘛 所以 等於是什麼 盒子呢 就是告訴你說 中間的那一群 他的集中的程度 可以嗎 像如果那個盒子很小 代表中間那一群的分數是很接近的 如果盒子比較大 像第二個 第一個是得嘛 第二個是智對不對 你看智力這裡 我要用blue 你看這一個 這個盒子的這個寬度 這個高度是不是比較 比紅色的這個大 紅色的這個 是比這個大對不對 所以呢 代表什麼 他們在智力上面 中間的那一群人的分布是比較大的 但是在德域裡面那群人的分布是比較集中的 那你看那個體育是也很集中有沒有 所以德字 群美 就是這樣 你就可以從 中間那一個盒子來看 中間那一群人 大部分的人 也不能講大部分啦 因為其他也是一半的 中間的那 中間的那一群人 那一半的人呢 他的分布長什麼樣子 好 好 這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一些點點 你看 他有沒有看到一些點點 對不對 這些點點呢 在我的PPT裡面是沒有的 因為那個eSale不可以畫出那些點點 所以我就不教了 但是呢 在投影片裡面有講到 那個點點是代表 那個點點是代表說 有一些人的成績跟大家的成績比較不一樣 可能比較高分或比較低分 特別特別特別低或特別特別高的 他就會把它標出來 那個東西我們叫他叫outlier 好 就是 極端子 極端子 中文都會忘記 極端子 對嗎 好 那接下來呢 除了這些點點之外呢 他的最小值會放在這裡 最大值會放在這裡 可以嗎 除了點點之外的 除了極端子之外的 最小值跟最大值會標出來 標出來之後 中間會黏一條虛線 這邊會黏一條虛線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說 最小值到 第1 到四分之一強的 他們的分布在這裡 如果呢 這條線拉得很長 表示說 這邊的人散得很開 那如果 這個最高的值呢 離他很近 代表說 最高分的人 其實離中間的 這個 一半的人的成績 其實是差不多的 可以嗎 你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來解釋 所以你可以用核心圖 來看出你學生的成績分佈 我講到這裡可以嗎 那這裡有點醜 來我們把它改漂亮一點 好不好 我不要編號 編號是在哪裡 我們把這個打開給你看一下 編號是在第1欄 對不對 然後 得是第2欄 字是第3欄 然後 體是第4 全是第5 美是第6 對吧 所以我們只要 1 我們只要 1我們不要 對不對 我們只要 2 3 4 5 6 可以嗎 所以我們只要 2 到 6 可以介紹 可以介紹 因為我們打123456太累了 冒號就可以了 冒號就是連接的意思 就是從2開始連 23456 你當然也可以自己打23456 你要打哪一個 2冒號6 比較快 好那怎麼畫呢 來我就一樣 就在這裡 在下面下指令的地方 打BOX PLOT TB 然後給一個中括號 2到6 按Enter就好了 你看圖喔 有沒有 變漂亮多了對不對 這張圖很漂亮 而且下面都幫你標好了 可以直接把它貼到WORD裡面去 就是你的論文的其中一張圖 就這樣 好來 來 試一下這個 BLOT BLOT 然後TB 然後要中括號 中間是2到6 告訴他說我只要2到6就好 好 來試試看 所以你如果 忘記了就看這裡喔 下禮拜希望它能夠修好 你就在這裡打一個中括號 然後2到6 就有 TB然後中括號 中括號是 是有這個叫 自己打球 對 很漂亮 兩個點心在聊天有兩個outline 兩個outline 但有可能在上面 有可能 因為上面的outline有比較少 幾乎沒有 上面沒有outline 有可能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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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的 像如果你把 舉個例子 假設這裡有個NBA球隊 他有一個球員 他的小孩子在末前國小上課 他的身高應該又是outline 對不對 他那個就是比較大的outline 這個是成績有些人特別低 他是比較低的outline 那你就可以比較 他們在鼓勵上面的成績怎樣 所以其實 你有沒有發現 從這張表可以看得出來 治癒的成績 大家落差是比較大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 治癒的落差是比較大的 對不對 那其他的成績的時候 還有美啦 美術的成績 那其他的成績 大概都 都在滿中間 兩個圈圈 兩個圈圈就是他認為 他有兩個outline 他有outline的判斷方式 我們不要講那麼多 他是百分之多 就是他差多少就要把rln 他的距離是 什麼的幾倍以上的成績rln 可以嗎 我有講到這個嗎 xdd沒有講到 你能夠記就好了 那你記得起來嗎 记不起来对不对 没有 我用跳的 好 如果觉得那边很像 就是看不懂问题 你再看 那个记不起来 这张图会不会太 会 会啊 会不会画 会 好 就这样跳了 对 那是中文 对 然后下面就是什么 对对对 我讲那个理论 就是要让你知道那是什么 最后你会用到的只有这张图 他很大会是用什么画 不是 我叫他朋友的sale画 我们到资本车业 哦 资本车业 资本车我不会出这一集 哈哈哈 资本车业我不会出这一集 还真的出他用什么 他们没有比我们落后很多 他们有的也蛮先进的 嘿